番茄该怎么整枝打岔 今天说的就是第二个 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话题 番茄该怎么去整枝打岔 有需要的小伙伴也可以来做一下笔记 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可以单杆整枝 比较适合在那些种植密度大 然后水肥工艺充足 生长周期短 成熟周期 成熟期早的番茄品种上去使用这个方法 优点就是能够提高番茄的 早期的产量和总产量 结果的个头会比较大 缺点就是单颗的产量会比较小 然后简单来说就是 只保留一个金曼去开花结果 一般情况下就是只保留 那个植株的主金曼去开花结果 把其他所有的那个侧枝侧曼啊 全部都给它去掉 当这个番茄的主金曼上 大概留了五层六层七层这个果了 就及时的把那个主制曼顶端 给它打顶摘芯 摘芯后呢 在最后一碎果上方 大概保留个两三片叶子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双干整植法 比较适合那些种植密度小 生长周期长 果形个头小 然后结果期比较晚 中晚成熟期的那些番茄品种 还有肥水不足的那个地块 优点就是这个植株的长势会比较强壮 单颗产量呢会比较大 采收期也比较长 缺点就是早期它不高产 不利于早熟上市 总产量呢也不高 双干整植法呢 简单的来说就是保留两个金曼去开花结果 除了说保留主金曼开花结果以外 就是从植株第一花絮下 那个侧枝中选出一个最强壮的侧枝 选留好这个侧曼之后啊 把其他的所有的侧曼全部都给大家去除掉 等番茄的煮曼上大概留了 就是五层六层七层果了 看你自己选择啊 就及时的给煮曼的那个顶部打顶摘芯就可以了 第三个就是一干半整植法 也叫这个改良式的单干整植法 这个方法就是从单干整植法上改善出来的 就是有那个单干整植法和双干整植法的双重优势 这个方法是比较适合那些无限生长型 或者是果实个头比较大的那些番茄品种 或者是那些种植密度小的地块去使用啊 优点的就是早期的产量和后期的产量都比较高 那集中采收期也会比较长 预防植株的旺长效果也很好 缺点就是管理起来比较麻烦一点啊 那一干半的整植法呢 就是在整植的时候先按照单干整植法去操作 然后再从这个植株第一花絮下方 那些侧枝当中选留一个健壮的侧枝 来作为这个开花结果枝去培养 选好这个侧枝之后 再把其他的那些侧枝给它去除掉 等这个选留的那个侧枝啊 开始做住第一或者是第二碎果之后 再在这个碎果上方啊 保留个两片叶子的基础上 打顶摘芯就可以了 那方法说完了 再来说一说这个整植打岔的一个注意事项啊 就是首先咱们整植打岔的时间是不能过早的 过早的话它会一直根系的生长 削弱这个苗株的长势 一般是需要等到第一 那第一果碎下方的那个叶芽 大概长到三到五公分的时候 你再去操作 第二个就是番茄打岔的时候 一般是不留打岔那个掐肢的那个残庄的啊 第三个就是整植打岔时间一定要选择 晴天的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左右是比较好的 来促进伤口愈合减少感染病虫害的那个几率 阴雨天气或者是那个叶面有雨水的时候 露水的时候都不可以去操作啊 好了关于这个番茄怎么整植打岔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如果还有哪些想要补充呢 或者想继续讨论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